大家好,欢迎来到心灵回收站。 我是某站一个拥有几万粉丝的美食博主, 每天靠着直播收打赏赚米。 这天,我照例开直播做饭, 一开播,粉丝们就涌了进来, 终于等到姐姐来了, 让我康康姐姐今天要做什么, 不等我对着镜头展示食材, 一条发自蒂席的消息就弹进手机, 内容是一个五秒的视频。 蒂席躺在床上, 身着一件清凉的黑色小吊带耳, 身材火辣, 胸前的布料险些都不住, 一双属于男人的手臂从后面拥着他, 姿势亲密, 不禁让人看着脸红心跳。 我以为是弟媳和老公弟弟小夫妻之间的情趣, 刚想着视而不见, 他那边又发来了一条消息, 嫂子, 对不起, 都怪我, 累坏了哥哥, 看到哥哥二字, 我这才重新点开照片, 只是看了一眼, 我浑身气血上涌, 恨不得现在就冲回家, 把他从我的婚房里扔出去, 他哪里是在自己的房间, 这分明是我的婚房, 我和徐一刚新婚一月, 艳红色的床单和被褥还没来得及撤下来, 墙上张贴着大大的喜字, 床头柜上还摆放着我们的婚纱照, 沈月竟然进了我的婚房, 还躺在了我的婚床上, 我又仔细看, 不看不知道, 搂着他的那个男人不正是没完, 搂着我入睡的徐一吗? 我了解徐一, 他为人老实本分, 断然做不出和弟媳躺一张床的事, 这肯定是沈月搞的鬼, 一时间, 震惊气愤的情绪爬上心头, 当然, 我也不是好惹的, 直播间的粉丝们显然也看到了我手机里的内容, 此刻纷纷为我打抱不平, 什么渣男贱女呀, 心疼姐姐, 我没记错的话, 姐姐刚结婚不久吧, 姐姐这么美, 为什么会识人不清啊? 我趁着直播间如火如荼的热度, 硬生生挤出几滴眼泪, 我也不知道会出这样的事, 终究是错付了, 早知道这样, 当初就不收留没房没车的她来我家住了, 得知是因为老公弟弟和弟媳无房无车, 我才让他们住进来, 直播间更是如炸开的锅一般, 合着我博主的身份自带热度, 加上轴里和老公这么炸裂的新闻, 不出一小时就上了热搜, 我也没闲着, 继续播起了做美食来, 由于热度疯涨, 两个小时内的打赏上了签, 等我播完再打开手机, 微信已经炸了, 徐义婆婆弟媳, 以及众亲戚一众人都找上了我, 徐义最先给我打来了电话, 一接通, 就是她歇斯底里的质问, 过年你闹够了没有, 你看看因为你热搜上都闹成什么样了, 你知不知道这样会让别人误会, 误会, 你和你亲弟弟的老婆躺一张床, 就不怕别人误会了, 我翻了个白眼, 继笑出声, 我怎么知道她会跑到我床上, 我当时在睡觉, 连她什么时候进来的都不知道, 再说了, 有什么事你不会先和我说吗? 你直播出来做什么? 这下好了, 那些网友们都知道我们家丢人的事了, 电话那边徐义怒气冲冲, 不断指责着我, 我对着电话骂了句狗叫, 随后挂断了电话, 前脚挂了电话, 后脚婆婆的电话就给我打了过来, 一接通, 就是婆婆那尖利至极, 带着埋怨的嗓音, 小年, 你都是个结了婚的人, 还这么不懂事, 有什么事情不能先家里说吗? 因为你, 月月那孩子都在屋里哭了好长时间了, 我原来以为你是个心地善良的, 不曾想你能做出毁人清白的事, 面对徐义和婆婆一前一后的迷惑发言, 若是普通人还真被唬住了, 真觉得是我的不对, 我不一样, 我从小可是和街巷里那些爱嚼舌根的老太太们吵到大的, 我毁人清白, 难道不是她自清自荐吗? 一个小姑娘跑到新婚夫妻的婚房里干嘛? 二十多岁的人了, 不过连一点人情事故都不懂吧? 妈, 您要是真关心她, 就带她去医院的皮肤科检查检查, 看看她有没有脸皮这个东西, 婆婆被我的话气道, 说话时上气不接下气的, 过年你真是不讲理了, 你赶紧从公司回来, 我到时候再和你说, 我当然不会那么听话地回家的, 驱车拐了个道去了爸妈家, 吃饭见戏, 我爸听说了热搜的事, 脾气暴躁的他摔了筷子, 混账, 还有人欺负到我女儿头上了, 我妈跟着道, 小年, 不怕, 我们离婚后再找个好的, 爸妈, 还不到那个地步, 你们给我些时间, 让我去弄明白, 再考虑要不要离婚, 好, 你可要想清楚, 出轨的男人不能要, 我是家里的独生女, 爸妈都是市的公务员, 她们都是女儿奴, 对外是毫无条件的护独子, 在爸妈家待了一晚上后, 第二天一早我回了家, 这是我和徐毅共同的财产, 结婚前, 我们各付了一半的买房钱, 徐毅心疼婆婆, 把所有存款都拿给他付首付, 公共早死, 自己一个人住乡下, 加上他弟弟常年在外地打工, 留帝席一个人在外租房子住, 就提出把二人一起接来住, 起初他提出时, 我是不同意的, 可是架不住徐毅, 一直在我耳边吹风, 他和我说, 他们就是小住一段时间, 等他升职了, 就给他们租个房子, 他还说, 老婆, 我妈把所有存款都留给我买房了, 什么都没给我弟留, 我要是不把他们接过来, 未免也太冷血了, 徐毅一直是个有情有义的, 我被他的话打动, 也就答应让他们住进来, 如今刚进家门, 婆婆就霸气地摆出一家人之主的姿态, 她盘腿坐在沙发上, 见我回来, 冷不丁地横我一眼, 悠哉悠哉地道, 我们月月一直是个本本分分的, 你也知道, 她的职业是个模特, 这不她昨天接了单睡衣的活, 想着小雨不在家, 就只能找小义帮她完成了, 这时泪眼婆娑的沈月, 穿着睡衣从房间里出来, 嫂子, 是我的不对, 我不应该为了赚那一千块钱, 就去请哥哥帮忙的, 我知道你占有欲强, 抱歉我以后不会了, 她说着, 眼里又掉下几滴泪珠, 婆婆一听到一千块, 立刻化身战斗的雄鸡, 听到了吗? 我们月月都是为了赚钱, 哪像你天天弄个直播, 一点都不务正业, 我在心底暗自佩服沈月颠倒黑白的能力, 明明是她跑进了新婚夫妻的房间, 还和人家老公睡在一起, 到她嘴里, 就成了我小心眼爱嫉妒了, 你再说一遍, 我把这话放到网上, 让网友们评价评价谁对谁错, 我做事从包里拿出手机, 这下换沈月不说话了, 她攥着衣角, 好像下一秒就又会哭出来, 看着她那副委屈的好像我打了她一顿的表情, 我继续说道, 这个房子, 有我一半的资产, 房产证上也有我的名字, 你要是还想继续住下去, 就给我扫出幺蛾子, 婆婆的护独子心里尤为严重, 做事要和我继续吵, 这时, 徐一直坐在沙发上的徐毅夺不到我面前, 揽上我的肩头, 老婆, 你冷静一点, 这样, 我们先回屋, 我将视线落在她身上, 冷冷地瞥她一眼, 孩子死了才想起喂奶, 你刚刚哪去了, 说吧, 我拨开徐毅搭在我肩头的手, 静止进了自己屋里, 打开门, 看清眼前的场景, 我刚刚平息下来的怒火, 又疼得燃烧起, 徐毅跟着随后进来, 脸色也变了又变, 老婆, 你昨天没回来, 我也没心情在家, 刚刚才从公司回来, 我也不知道卧室会变成这样, 这就是你妈和你弟媳干的好事, 我扬手给了徐毅一巴掌, 男人的俊脸被扇到了一边, 脸上清晰地浮出一道巴掌印, 徐毅用舌头顶了顶腮帮, 谋色晦暗至深, 交错下恢复了往常, 知道是自家人做错了, 她软下语气, 老婆, 对不起, 对不起有她妈的用, 徐毅, 我要和你离婚, 嘴先于大脑, 说出口, 连我都有些发猛了, 徐毅更是正正地望着我, 你说什么, 我偏过头去, 选择不回答, 只见我们的昏床上 遍布着薯片碎屑, 喝完的可乐罐, 瓜子干果皮, 以及身于我发色的暗红色长发, 我有洁癖, 都不会容忍自己在床上吃东西, 每天早上醒来, 第一件事就是收拾屋子, 如今看着自己用心维护的卧室 被别人糟蹋成这样, 我的心情有些难以形容, 徐毅也知道是婆婆和弟媳做错了事, 安抚了我几句, 随后一声不吭地打扫起屋子, 换床单, 开窗户, 喷空气清新剂, 末了, 徐毅才把我从衣帽间重新请问卧室, 老婆, 卧室打扫好了, 你进来检查一下, 看看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我没理会她, 起身静止朝厨房走去, 打开橱窗, 从里面拿出几罐婆婆腌好的咸菜, 随后打开沈月的房门, 在她震惊的目光中, 把手里的咸菜朝她丢过去, 沈月闪躲不及, 被砸到, 咸菜罐掉在地上碎成一片, 啊, 郭年你在干什么, 沈月此时狼狈的不能再狼狈, 头上身上脸上都挂着咸菜, 她的房间也宛如一个咸菜缸, 到处都是咸菜的酸味, 婆婆闻声赶来, 看到眼前的场面, 立刻跌坐在地上, 嚎啕大哭起来, 儿啊, 你快来管管你这个老婆, 她要反了, 面对她的嚎啕大哭, 我不为所动, 记住, 再有下次, 我就把你们赶出去, 徐义自知李亏, 于是她把婆婆从地上扶了起来, 将她拉进屋子里, 随后的几天里, 婆婆和沈月都表现得相当安分, 我们也就这样维持着一种相对和平的状态, 互相不去犯对方。 然而, 几天后, 婆婆在饭桌上提出了一个计划, 她想要带沈月回老家吃个席, 然后询问徐义是否愿意一起去, 我不禁咳嗽一声, 然后看向徐义的妈妈, 询问她的态度, 既然我不打算回老家, 那徐义和沈月一起去算怎么回事呢? 徐义接收到我的目光, 便开口表示同意, 是啊, 妈, 我就不回去了, 婆婆顿时不高兴, 摔了筷子, 表示不满, 那有什么? 你是我儿子, 月月是我儿媳, 一起回去怎么了? 我察觉到了徐义和沈月之间的目光交流, 似乎有一些失望, 于是我继续观察情况, 徐义继续开口说, 妈, 我就不回去了, 婆婆显然情绪低落, 但最终还是放弃了带他们一起回老家的想法, 第二天一早, 婆婆带着沈月要搭早班飞机回老家, 我突然去了趟厕所, 正好看到他们在收拾东西, 我走近, 仔细看着沈月身上的一条裙子, 然后开口问道, 你什么时候买了这样的裙子, 怎么只许你买, 不允许我们月月也买一样的, 我心里暗自发笑, 婆婆的反应有点贼喊捉贼, 不过我还没有说完, 她就急忙回应, 妈, 我什么都还没说呢, 您怎么知道就我有一条一样的呢, 我的回应让她陷入了沉默, 她试图挤出一些话, 但却半天说不出完整的句子, 沈月显然感到尴尬, 垂下了眼睛, 不敢直视, 我继续用一种不急不躁的口气说, 妈, 我可没说是你的, 这时, 婆婆立刻挺身维护沈月, 你别冤枉她, 月月都说了, 这是她自己买的, 但听到这些, 我索性打开了衣帽间的门, 不看不光, 发现不仅那条裙子不见了, 还有我许多其他衣物也都不见了, 而且, 我为了攒三个月工资买的包, 徐毅送我的周年礼物等也都不见了, 我的怒火开始燃烧, 我无法接受自己这么好好的伺候着他们, 最终却遭受到这种待遇, 于是我跑回客厅, 夺过了沈月手中的行李箱, 不顾她的大声反抗, 打开行李箱, 发现里面摆满了我失踪的东西, 我将这些东西扔向沈月, 她被砸了个正着, 只能无语地接受, 我说, 这就是你说的没偷。 不得不说, 沈月的心理素质极其强大, 尽管被指责到这个地步, 她还能嘴硬, 坚称衣物是她自己买的, 她反问, 就是我买得怎么了, 只许你买, 不许我买一样的吗? 她看着我, 显得很不服输, 我对她说, 好啊, 既然你这么有钱, 那现在就带着你妈从我的房子里离开。 婆婆突然冲了过来, 把我推倒在地, 我猝不及防, 爹坐在地上, 来不及应对, 婆婆开始责备我, 她说我容不下他们, 说我对沈月有敌意, 还说她真后悔, 让她儿子娶了我, 最让我伤心的事, 她说, 你就是个光吃不下蛋的母鸡, 找个小姐都比你强。 我听到这些话, 感到非常伤心, 婆婆一直不喜欢我, 这点我一直都知道, 但最后一句话, 深深地伤了我的心, 因为我不能生育, 而这是结婚前, 她和徐义就知道的, 她曾安慰过我, 说不生孩子也没关系, 但为什么现在她会拿这个来攻击我呢? 发生了什么事, 徐义听到声音, 睡眼惺忪地从房间里出来, 看到我坐在地上, 赶忙小跑着过来, 扶起了我, 她对婆婆和沈月说, 你们快点收拾东西, 我送你们去机场, 徐义搀扶着我进了卧室, 询问发生了什么事, 我将刚才发生的事, 一字不落地告诉了她, 听完后, 徐义面色疼惜地抚摸我的头顶, 安慰道, 你不要往心里去, 这是我会找妈说, 保证不会有下次, 那些东西就别要回来了, 老公给你转一万块钱, 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都被她穿过用过了, 我们也不稀罕了, 好不好说吧, 徐义打开微信, 点开转账页面, 输入了四个零, 我不得不承认, 被这一万块钱哄好了, 临走前, 徐义还询问我想吃什么早餐, 她回来时候给我带, 元旦这天, 因为组内的任务没能完成, 我只好留在公司加班, 给家里打去电话, 问候了一下爸妈, 又给徐义拨了个电话, 徐义听到我不回去了, 表达了失望, 但最后还是祝愿我好好吃饭, 提出是否给我点外卖, 我拒绝了, 告诉她我会和朵朵一起吃饭, 她嘱咐我注意安全, 直到十二点, 我才完成了任务, 这时, 一个组员提议放烟花, 于是我跟着一起, 烟花在天空中绽放, 绚烂而美丽, 看到这一瞬间, 仿佛这一年来, 所有的辛苦和困难都是值得的, 在绽放的烟花下, 我许下了心愿, 希望未来的一年, 我和徐义能够还清所有的贷款, 过上更好的生活, 如果婆婆她们能离开, 那就更好了, 放完烟花后, 组员们都默契地将拍摄下的烟花视频 发到了朋友圈, 并配上文案祝福, 我也跟风, 只是当我打开朋友圈时, 视线却被最新的一条吸引了, 是婆婆发的, 文案写着, 幸福的一家人, 配图是我老公和沈月一起包饺子的画面, 沈月似乎在说着什么, 一向不苟言笑的徐义被她逗笑, 宠溺地看着她, 若是不知情的人看了, 还以为她们是一对呢, 我又点开了婆婆的朋友圈, 仔细浏览一遍,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原来, 我平时心太大了, 竟然没注意到婆婆的朋友圈里, 十条有九条, 都是关于老公和弟媳在一起的画面, 带着我家儿子和媳妇来给大家拜年了, 我家儿子和媳妇给大家分手做的馄饨, 我家儿子和媳妇在一起挂灯笼, 每一条都是说她家儿子和媳妇怎样怎样的, 不知情的人还以为老公和弟媳是一对呢? 果然, 不少人送出祝福, 感到她们是一对幸福的小夫妻, 在酒吧里, 咄咄鼠楼着我, 说我平时对她的冷落画壁, 然后被她的戳穿, 她表达出不理解, 认为我老公和弟媳是有问题的, 我一时无法接受这个消息, 脑袋一片混乱, 不对, 徐毅不是这样的人, 我们是大学同学, 在一起走过了五个年头, 才步入婚姻, 这五年来, 我但凡发现徐毅有不对劲的地方, 就不会和她走到结婚的地步, 而且, 徐毅在我之前只谈过一个女朋友, 对方和她是老乡, 再怎么也不会和沈月扯上关系, 朵朵看着我着急辩解, 感到无语, 你不会觉得你老公是什么清白正直的好人吧, 结婚前我也劝你, 她的条件配不上你, 你也还是和她结婚了, 过年我只跟你说最后一回, 你能不能听得进去, 全靠你自己, 你老公和弟媳有点不对劲, 它们不像是简单的疏扫关系, 你回去好好观察观察吧, 告别闺蜜后, 当天晚上我回家, 发现老公正躺在床上玩手机, 我走过去, 抱住她的肩膀, 和她对视上, 开口问道, 老公, 我看到你妈发的朋友圈了, 你不要理她妈, 那个人就是这样, 她上了年纪, 我们迁就她一下, 那哈哈好回答我, 你是不是真的和沈月有什么, 不然你妈为什么屡次三番的那样发, 徐毅的表情瞬间变得紧张, 她将我搭在她肩头的手拨开, 转过身不愿看我, 我继续说, 你这说的是什么胡话, 徐毅, 那只是一个笑话而已, 我开玩笑的, 我想起了闺蜜临走前交代我的话, 关于男人出轨时, 恼羞成怒的反应, 徐毅突然间坐起身, 怒目而视地看着我, 说, 你可真是一想正范了, 怎么可能发生那种事情, 郭年, 你闹够了没有, 他一脸怒气地起身, 穿上拖鞋, 就要往外走, 我在内心不禁怀疑起来, 是不是我小题大做, 真的冤枉了他们, 毕竟徐毅确实为人正直, 我刚才那样说, 不亚于是在侮辱他, 但正当我怀疑自己时, 眼角的余光留意到了床上, 只见原本还在床上的手机, 此刻竟毫无踪影, 徐毅临走前, 竟然还将手机带走了, 我前脚说要检查他的手机, 他怒气冲冲地离开, 还将手机带走, 我追出去想要质问一番时, 打开门映入眼帘的, 是徐毅和沈月一起摆弄手机的场面, 前一秒他因为手机的问题勃然大怒, 下一秒却将自己的手机内容 分享给其他女人看, 这一幕深深地刺痛了我的眼睛, 让我对之前的所有判断都产生了怀疑, 朵朵说得不无道理, 如果一个男人真的问心无愧, 怎么会不让自己的老婆看手机, 再加上婆婆的朋友圈, 我更是不禁怀疑起来, 也许一开始, 婆婆就是为了让别人以为 徐毅和沈月是一对呢? 一时间, 一个荒唐的念头侵入我的脑海, 这是发生的几天后, 沈月怀孕了, 检查结果显示已经怀孕两个月, 婆婆对于这个消息很高兴, 表示我们老徐家终于有后了, 夸奖沈月厉害, 婆婆问肚里是男孩还是女孩, 沈月摸着自己的肚子, 一脸慈爱地回答说, 无论男孩还是女孩, 都喜欢, 要是两个的话就更好了, 徐毅也加入了庆祝, 说她很为小雨感到高兴, 然而, 当提到徐雨的时候, 婆婆和沈月的脸色都变得微妙, 说她还在外面工作, 不回来也没关系, 到时候可以微信联系, 对于徐雨这个人, 我和她只见过一次, 那就是我和徐毅的婚礼, 但她在婚礼结束后匆匆离开, 之后从未露面, 几天后, 我在公司加班时, 突然产生了一个荒唐的念头, 会不会根本就没有徐雨这个人, 我和徐毅在一起五年, 从未听她提过有一个弟弟, 直到快结婚时, 才告诉我她有一个弟弟, 并且说她已经结了婚, 我开始怀疑一切, 为什么婆婆会在朋友圈里, 频繁发徐毅和沈月的照片, 营造他们是一对夫妻, 为什么沈月从来不因为徐毅的常年在外, 而感到失望, 因为徐雨这个人, 根本就不存在, 因为沈月根本就没有所谓的老公, 为了验证我的猜想, 我派人去徐毅的老家做了调查, 结果派去的人告诉我, 徐毅是个独生子, 没有徐雨这个人, 这一切都是自导自演的, 但我不明白, 他们自导自演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当我告诉闺蜜时, 她翻了个白眼, 认为他们是为了霸占我的财产, 然而, 我仍然担心, 即使徐毅和沈月有私情, 他们不可能对我下死手, 毕竟我们是夫妻, 我是否曾经告诉过你, 我一直不同意你和徐毅在一起, 因为他有一个前女友, 曾为他剁过胎, 我的心瞬间坠入冰窟, 怎么还有这回事, 当时我告诉你, 你说那都是八卦, 你更相信自己眼中的徐毅, 不过, 我加了一个学长的微信, 他是徐毅的大学社友, 我依着躲躲的意见前去询问, 我们在一家咖啡厅见面, 这位学长年轻俊秀, 就职于大企业, 当我告诉他我是徐毅的妻子后, 他一脸嫌弃地表示不理解, 问我怎么会嫁给徐毅这个穷光蛋, 还问我为什么约他出来, 我简要地告诉了他事情的来龙去脉, 他理解后笑了笑, 然后说我是来问有关徐毅的前女友的事情的, 他告诉我, 徐毅的前女友是一个和他一起上大学的女生, 当时他们开始交往后, 女生怀孕了, 但因为女方家庭条件不好, 徐毅的家人不同意他们在一起, 因此徐毅被迫陪女友去堕胎, 女生的名字好像叫沈月, 我想起了之前的事情, 原来是这个名字, 听到这个消息, 我顿时明白了一切, 原来沈月就是徐毅曾经的女朋友, 但却被婆婆拆散, 多年后, 徐毅和我即将步入婚姻, 我却被一纸鉴定书告诉自己不能生育, 徐毅他妈妈自然不愿意他们徐家断后, 就又找上了沈月, 我感到一阵寒意, 意识到自从结婚开始, 徐毅就对不起我了, 我不是坐以待毙的性格, 也不是圣母, 我不能被蒙在鼓里, 我决定采取行动, 于是我请了几天假, 带着闺蜜去外地度假, 远离这一切, 当他们得知我要度假时, 沈月的表情明显放松下来, 但我心中的怀疑仍然存在, 在度假期间, 我给家里安装了监控, 以便观察他们的行动, 没错, 我离开后, 监控画面显示, 徐毅和沈月在我的卧室里亲密不已, 当我回来后, 闺蜜告诉我, 他们天天都在我的卧室里, 沈月穿我的衣服, 用我的护肤品, 甚至踩在地上我的最喜欢的招卡玩偶, 我感到愤怒和心痛, 决心采取行动, 当我度假结束后, 徐毅专门开车来接我, 我强忍着恶心, 揽住了他的胳膊, 问道, 老公, 这几天你过得怎么样? 徐毅不会忽略我的意思, 咬咬牙, 掏出手机, 答应了我的要求, 我看了一眼他手机上的余额, 然后提出要他把工资都转给我, 他同意了, 虽然心疼, 但也答应了我的要求, 一个月后的某天, 我下班走在路上, 突然被人从后面蒙住了嘴, 当我再次醒来时, 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宽阔的烂尾楼内, 有人将一盆冰水泼在我身上, 将我从昏迷中唤醒, 当我抬头看到面前的人时, 我吃惊地发现, 竟然是徐毅, 我试图理解他的行为, 但他没有多余的解释, 只是说, 过年念在我们夫妻一场, 我会尽量给你个痛快的, 我问他是否要杀了我, 他的回答让我心生恐惧, 他说他不想杀我, 但如果我活着, 他和沈月就无法在一起, 他哭了起来, 我却嘲笑他, 直到笑声回荡在整个楼层, 不过, 他突然注意到, 背后有一排警察站在那里, 其中一名警察开了一枪击中他的腿, 他沉重地倒在地上, 最终, 徐毅因伤害未遂被逮捕, 在法庭上, 我提出了离婚请求, 并提交了他出轨的证据, 多重指控下, 徐毅被判刑十年, 并且财产被查封, 法庭宣判的那一刻, 婆婆哭了, 则被徐毅取了我这个扫把星, 当徐毅被判刑的那天, 我去看了他, 他的眼眶又泛出星红, 目光流连在我的脸上, 他说, 我自己后悔了, 我现在才知道自己爱的人原来是你, 而不是沈月, 沈月只是我年少时的执念, 而你却永远是我最爱的人。 我静静地听完他的话后, 问, 说完了吗? 他接着说出了一段数字, 这是我的银行卡号, 也是我多年来的全部积蓄, 密码是我的身份证后六位, 告别徐毅后, 我前去银行取出了这笔钱, 总额五十万, 看来徐毅这些年来挣了不少钱, 虽然我不再爱他, 但这是他欠我的, 徐毅被判净身出户后, 婆婆和沈月也无法继续住在我的家里, 他们被法院执行离开时, 沈月不肯离开, 大声哭叫, 不停地表示这是他儿子的家, 为什么要走? 但对方告诉他, 这套房子现在属于郭年女士的资产, 他和沈女士不具有住在这里的资格, 最后, 家政公司被叫来, 将他们的东西和人一起搬走了, 他们没有多少钱, 也没有工作, 只好租了一个月八百元的房子, 刚开始, 他们的相处还算和谐, 但后来因为各种事情, 开始互相指责, 关系逐渐恶化, 沈月长得漂亮, 吸引了不少邻居的注意, 很快, 他就和一个四十多岁的工地大佬走到一起, 尽管那个大佬有家事, 但还是养着沈月, 婆婆也不收留沈月, 自己一个人住在另外一处, 不久后, 沈月的钱用完了, 婆婆找上了我, 希望我原谅她, 说当初是因为被沈月骗了, 但我没有回应她, 只是将电话转接到小区物业, 不出十分钟, 物业的人把婆婆抬走了, 离婚后, 我重新投入了工作, 升了职, 连老板都觉得我更适合当女强人, 很多年后, 我带着女儿在游乐场玩耍, 旁边是我的丈夫, 手里拿着冰淇淋, 女儿口渴了, 喊着要喝水, 丈夫就带她去服务区买水, 我坐在长椅上休息, 突然发现一个人站在我面前, 年年, 原来你已经成家了, 这也正常, 你那么漂亮, 又那么优秀, 肯定有不少人喜欢, 我看到你的女儿很可爱, 你说完了吗? 我冷静地回应, 说完了, 她点头, 然后告别我, 我走向了我的丈夫和女儿, 我们继续享受着快乐的时光, 这是我新的生活, 我已经走出了过去的阴影, 修复心灵的漏洞, 安装爱的补定, 我们下个故事再会。